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模式 他说 那么大家可以 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 大概其的一个想象 大家假设呢 我们说呢 假设有一个概率分布 我们还回到数学的角度 它是一个双峰分布 双峰分布 这种叫做双峰分布 形状非常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叫真实 这也为什么叫双峰 就是说这个概率呢 在某个点 就是X1比较多 在X2也比较多 那么X1呢 假设呢 这个假设我们 我们是 当然真的不是这样 假设这个收入 收入里面 收入2000块钱和4000块钱的人 数量特别多 收入 那其他的收入呢 就都分布 都是分布的 这个人都很少 那这就是一种双峰分布 对吧 那只有两个模式 我们说两个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生成者 要模拟这个收入概率分布 我们说 我们回到这个本质 这个生成及抽样 生成者要模拟 这个概率分布 那么他会 他怎么模拟呢 想象啊 他怎么模拟 我们一种模拟 我们大家理想的结果 是我们模拟成这样 对不对 大家看是不是还有一种其他的可能 其他可能 这个G 我们说我们还可以模拟成这样 假如他在这里对应的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假定我只选取这个2000这个模式 我去生成2000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数据 事实上我们的判别者也确实很难判断 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是生成的还是真实的 为什么 因为确实2000附近的人非常多 那么你要是不停的去生成2000附近的这种人的话 比如说那么我们这个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 得到一大堆2000附近的这种样本 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是符合真实的 因为你2000确实多 那么我去生成2000 也就很自然的也是符合真实的一个事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判别者实际上是被骗过的 但是这个不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对吧 其实我们应该是24000都要多生成 那么你却只生成了一个模式 这就是一种我们叫做什么 生成者学会的偷懒 他只生成一种模式 比如说就是黑猫 但是你不能说黑猫不是猫 黑猫确实是猫 那么判别者也就只好给他打对钩 对吧 你确实生成了一种正确的猫 但是它只是一种猫的一种品种而已 那么这个时候判别者就被骗过了 那么这个生成者好聪明 居然会偷懒 我只要搞定一个 你搞定一个 你不停地搞一个 不停地搞一个 最终就会怎么样 生成的猫全是黑猫 那么就骗过了 判别者 能够能够做到这点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说会造成 当然我们的生成的结果很不好看 对不对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希望还原实际的真实 那所以呢 我们为了防止模式 他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改进方法 也就成为了我们后面的干 改进训练的一套方法 当然我们这里取出了三种改进 干训练的方法 第一种调合理调节 生成和判别的学习速率 是为了干啥 刚刚给大家讲过的 缓解体度消吃 啊 后面的方法呢 就都是为了缓解我们的这个模式他说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这篇论文叫做 improved techniques for training guidance 你去搜索 improved techniques for training guidance 就是GAN学习改进方法 那么我们说呢 就是说他会讲解 尤其是这两种 第一种我给大家稍微讲一句 什么叫minibatch discrimination 就叫做小批量识别 我们说呢 既然我们说我们的生成判别者 很难看出这种模式他说的这种情况 是真是是是是是是是假的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让他怎么解决他 我们可以让他一次看多个样本 比如说我一次抽出十个样本来 让这个判别者去判别 那么判别者呢 就很就好判别多了 对吧 假设我是判别我们真实数据里面 如果我抽出十个样本我们大概起 我们是既有两千又有四千的 对不对 我们可能抽出五个两千五个四千 而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是真的 对吧 而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生成者 生成的十个样本 如果是模式他说的情况的话 我得到的是十个两千 那么假设我每次看十个样本 是不是很容易把这个问题给区分开呢 是不是很容易把这个问题区分开呢 假定我有一个一个神经网络 可以把两个一起看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要我们用批量识别 来解决我们的模式他说的问题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技术 这只是最简单的一种 好 那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完了 这个所谓的干的这个叫做 这个主题叫做从概念到技术 我们说干是个非常非常伟大的 伟大的发现 这个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一下 最像干 第一干是一个这种很强的 我们说把一个无监督的学习 转化成有监督的学习的方法 一种特别好的这个优化的 或者说框架 那么我们说同时干又是很难训练的框架 因为它是在求解纳实均衡 再有干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 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对抗一个生成者 其实这里面就这个模型 模型就变得比较复杂了 它所代表的这种智慧 我们说是我们被淹了困 称为这个深度血气 最近出现的最有意思的思想 那么再来看干的这个作用 大概题可以分成什么呢 干的这个在工业的应用 可以说它是一种实现翻译的一种手段 因为所谓的生成 就可以看成一种翻译 我们可以让它通过一段图像 生成一段文字 可以让它通过一段文字 生成一段图像 可以让它通过一段文字 生成一段音乐 可以让它通过一个图像 生成一个新的图像 可以从一个文字 到一个新的文字 我们说它就好像一个翻译者一样 可以从对数据之间 进行一个跨越性的转换 对不对 OK 这是它所经常做的事情 第二 它可以解决数据稀少下的训练问题 这就很有意思 因为干可以给我生成很多 说白了 当我的数据量很少的时候 它可以生成很多这种假数据 让我的判别器去判别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实际上它增加了训练样本 所以它有点类似于迁移学习 其实在我数据先稀少的时候 解决我的判别网络的训练问题 好 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面临数据稀少的问题 类似于对抗学习 迁移学习这样的方法 那么在实践生活中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非常有用 我们再说这个干还可以帮我们 可能它帮我们实现一种叫强融智能 因为干实际上跟强化学习也有一点像 所谓的强化学习 我们说强化学习里面也有一种思想 以某种情况是环境和agent的一种对抗 那么这个干实际上某种程度 又像一个强化学习的框架 那个假设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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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判别者 是不是像一个环境呢 那个生成者是不是像一个agent呢 说这个强化学习里面有一个环境 有一个agent 那么我们的这个干里面呢 就对应了干里面的这个 一个是判别者 一个是生成者 agent需要采取一个行为 就好像生成者需要生成一个图像 而判别者是要给agent一个反馈 就好像说环境给了 而判别者需要给这个生成者 一个正确或错误的一个信号 对吧 就好像环境给这个agent一个反馈 也就是说在强化学习框架下 agent通过在环境里得到环境的反馈 来改进自己的行为 而在对抗学习里 生成者通过判别者给他的这个 判别的这种反馈 来改进自己生成的这种策略 这也就是一种 我们说对抗学习就好像一种特殊的强化学习一样 那么强化学习被称为通向强明工智能的一个途径 那么gan也就可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路其中 OK 好 我们随便看几个gan所干的事 那么gan可以把一个模糊的图像 变成一个高清的图像 这个叫super resolution 是一个super resolution经常使用的一个技巧 那么大家想那么这个在艺术品市场里面是不是有最大量的应用 我们说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些过去的一种模糊的一些小的一种图像变成大的清楚的图像 这里还是非常棒 用户体验非常好的一个事 如果gan可以进行去造声 我们说因为gan进行用图像翻译图像生成 它可以把一个有造声的图像生成出一张没有造声的图像来 这个技术也在天文学 在我们的这个可能卫星图像的处理都有非常强的应用可能 说gan我们没有讲到一种叫cyclegan的一种技术 它可以深正的实现我们说一种自定义的图像翻译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图像风格迁移 是不是一种图像的翻译 它把这种莫奈风格的话迁移到各种其他的照片里面去 那么这里的gan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 而且比那个更神通广大 我们可以把一个冬天的图像 用gan生成一个夏天的图像 或者夏天的图像用gan生成一个冬天的图像 我们可以把一个斑马用gan生成一个马 也可以把马用gan生成一个斑马 我们可以把莫奈用gan生成一个照片 也可以把照片用gan生成一个莫奈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说只要我们有两组不同 不同类别的图像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种迁移 或者实现一个翻译 这个就是cyclegan的事 cyclegan每一次大家分明叫cycle 叫循环 每一次我有一个正向的图像变换 比如把斑马变成马 同时我就有一个反向的变换 把马形成一个斑马 这个问题我们说可以改善gan的训练性能 我们说同一个正向的训练和反向的一起训练 OK 那么gan的论文cyclegan是我们目前非常常用的一个应用 我们给大家去读这个impaired image to image translation using cycle consistent adversary networks 这篇论文也是2017年的一篇巅峰之作 OK 好 那么帮大家包括DCgan也能帮助我们 从随机造成里生成一些真实的图像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宾馆的图像 你能想象它是DCgan生成的吗 那么这些图像 既然gan居然能生成这种以假乱真的图像 是不是也能帮助我们设计出相应的这种 帮设计师去设计相应的这种宾馆的设计图呢 当然可以 对吧 我们虽然说不是每一幅都能成功 但我们的gan却可以日日夜夜的帮我们工作去设计 生成细形成非常多样的这种图 我们可以从中挑选给我们产生灵感的图 再次进行设计 包括这种logo的设计 对吧 我们说网约的设计 都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思考 是不是我们能够做到呢 好 你就给gan做完了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这个gan的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说 这是一个最酷炫的一个神动学习的应用 是第二个人 我们说的这个机会 是一个人 我就是什么人